提摩泰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虽然这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泰的书信 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负担起宣读、劝勉和教导的职份 放眼望去 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好消息 我们必须殷勤做工 因为神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人服侍所需要的恩赐 让我们有能力去办理它 要我们办理的各项事物 由于无人帮助 北京无人帮助 从前借了 谢谢观看